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级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环节 这就是在每一期的节目我们都会请来一对明星夫妻 今天的明星夫妻我们请到的是 著名的相声演员施盛杰老师 坐在他身边的是跟他相濡以沫了很多年的 他的夫人宋燕老师 欢迎两位老师 观众朋友会发现施老师特别随和 他施话筒的时候说 我是相声演员施盛杰 旁边这位是我的夫人 大家给他鼓掌 接下来是他的幽默 他说这是原配 同恋爱开始算到现在 多少年了施老师 1976年的一月份 那时候他很年轻 他才18岁 我呢23岁 我比大五岁 我们那时候在团里走到对面 互相就装作不认识 装作没有看见 把那个互相的那种牵挂 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结婚多少年呢 结婚是1981年的6月份 孙老师当时谁主动 那你看呢 我还真没看出来 您说说吧 是实话实说 你主动吧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男人吧 男人要勇敢一点 孙老师喝酒吗 喝 他应该16岁下乡嘛 在兵团的工作就是烧酒的 我不太懂 那他酒量是不是特大呀 对 那个酒量应该是很大的 喝醉过吗 经常 那您一般怎么收拾他呢 那个时候收拾 说什么也听不进去 第二天早晨问我 你昨天是不是喝多了 不承认 我说我喝多了 你是不是头疼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看你把我头发揪的 结婚这30多年来 夫妻两口子动过手吗 从没有 吵过架吗 吵过 吵啊 那您吵不过施老师吧 一般是他吵不过我 你说错了 那你说错了 怎么会呢 我吵不过他 因为我是个讲理的人 你怎么说我不讲理 接下来问讲理的人一个问题 这个施老师 这个您看您那个演出特别繁忙 肯定是宋老师在家里要操持 对这个家的付出啊 谁多一些谁少一些 那当然他多 男主外女主内 看起来好像问了 是施老师他们家的这个三个问题 其实我这三个问题啊 跟今天下面即将出场的嘉宾朋友 他们本身的冲突和矛盾 都有巨大的联系 给大家看一个VCR 请看 我两个在一起一年多了 刚开始感觉都挺好 我俩很少很少吵架 直到有一次 我跟朋友出去酒吧喝酒 喝完酒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就跟疯了一样 我感觉喝完酒之后的那种感觉 特别美 冰飘飘的 就感觉好像一个人在天空里面飞一样 那种感觉是 不喝酒的人永远都享受不到的 那一次他喝完酒以后 光真脚走了一里多地 而且有的时候他喝完酒 还拿小刀会划我 这些我都可以忍受 可是有一次他既然喝完酒以后 他跳楼 他对我怎么伤害都可以 但他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我不感觉说我喝酒错在哪了 我一点都没有错 我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实在忍受不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他要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我真的跟他过不下去了 要么戒酒 要么分手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李 24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女主人公小气 24岁来自黑龙江职业室服务员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啊 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酒量吧 72瓶啤酒 两斤洋酒 两斤白酒 真这么能喝啊 这是最多的一次 这么厉害啊 你不醉是吗 也醉 他每回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说喝72瓶啤酒 洋酒什么 就感觉可自豪了 要不然 我请你喝点酒 好 有观众有口渴的想喝的吗 来 来 徐老师也 也来吧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很简单啊 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 一口把这酒喝完 对 预备 开始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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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人家喝完了最快 不行吗 这儿不行吗 回吧 谢谢啊 你看看就这样 谁让他喝酒他绝对不太拒绝的 是吗 每次都是 我俩平常在家吃完饭什么的 出去溜达溜达 他都不跟我去 之后朋友一打电话 叫他出去喝酒 就上酒吧玩 立马就走 那你为什么不陪他去呢 我不喜欢他上那里 因为他每回都喝完了之后就发疯 就跟我作 谁疯了 他喝完酒以后 把自己的腿 脚脖子就会都卡骨折了 在家待了 养了三个多月 喝完酒怎么会骨折呢 喝完酒之后从楼梯上走 上楼梯的时候从楼下滚下来了 不是的 那就是因为我穿高跟鞋嘛 然后那个楼梯太滑 然后我又晚上一踩 然后没踩住 然后就就是滚下来了 跟喝酒没关系 对 世界上那么多人骨折 都因为喝酒不得吗 你喝酒不光骨折啊 你还洗胃呢 这个有联系吗 洗胃是因为我没吃东西 没吃东西 然后喝了酒 那天喝了多少 喝了一点 一点是多少 就是一瓶洋酒 别的喝了吗 喝了小瓶 每瓶喝了十几二十个吧 这叫一点是吧 谁敢跟您喝酒啊 施老师您喝得过它吗 不行不行 除此之外呢 喝酒还有过什么 伟大的光荣的业绩吗 那都还划过我 有一次喝完酒以后 我给他放到床上 我给他抱到床上了 他喝多了 之后我回身心 那给他拿点水 拿点水果什么的 之后这一回事 就突然间感觉 这块一凉 之后用手一摸 这块就全是写 不是那么回事 是那天吗 我也不知道 手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想拍的 我告诉他 我不喝水 我也不吃东西 我也不要毛巾 然后我就一挥 然后他就出家 拿什么东西挥的 不知道啊 忘了 喝完酒 就不是个正常人 我都忍受不了 你才不是正常人 我听说他喝酒 还跳过楼是吗 对 有一次他喝完酒之后 我得家之后 我就劝了 我让他别喝了 之后他就跟我 怎么 我把门拦上了以后 之后他就要从窗户跳 下去 先后一把把他拉回来 要么他就跳下去了 你们家楼多高啊 我们家楼不高 二楼 我当时会想 就跳下去就好了 他非不啊 你喝酒你不难受吗 喝多了 不难受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 头不疼 不疼啊 今天晚上喝多了嘛 第二天早上起来 之后再喝点 就不难受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再喝点 后头嘛 他这人就这样 就是他卡古车 那一站 他在家养伤吗 不是啊 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别的女孩 什么能不都喝点 酸奶啊什么的 就是没能用保养保养啊 他不得 他喝啤酒 在家养伤的时候 也喝啤酒 不给他买 就跟我急 在家里要喝多少 在家里也得喝十来个 小的 每天吗 一周最少三四次 你不喝酒难受吗 难受 喝酒 可美都高 就跟像飞翅的 你知道吗 然后就轻飘飘的 整个人 然后看谁都一样 然后听着那个音乐 然后跳舞 然后认识朋友 可 就是感觉 世界上就我最大 谁都不行 就这样了 你认识那些 是什么好朋友吗 都是找你喝酒的 我愿意啊 你洗胃的时候 你 那谁让你去我男朋友 来的 你不是我男朋友 我让你去吗 我不想让他去那种地方 你可以陪着他 你不就可以 我陪着他管不了 喝完酒以后就变身 就跟大力学手 吃菠菜了一样 他俩是不喝酒的话 是不是都挺好 不喝酒的时候 还可以 都挺好的 我们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是在2011年的1月份 是我朋友介绍的 然后我朋友说 他长得挺精神的 然后那个 你看那小伙长得这么帅 你就 有意思 你就追一下吧 然后我一听说 也行 试试呗 刚开始我对他 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在他之前 我受过一次伤害 就是我的一个前女友 有抑郁症 之后来跳楼了 那像他要喝多了 要去跳楼 你是不是特害怕 对 我就心里 就是有那种阴影 一直都缓不过来 你一直就喜欢喝酒吗 姑娘 不是 什么时候开始 喜欢喝酒的 应该是16年初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分手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你也知道 女孩本来的第一次 就挺重要的 然后我们两个出了四年 我认为说 我俩能走到最后 没想到有一天 我发现他背着我劈腿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等于你的初恋 碰到了一个花心是吧 对 那天晚上 我朋友就叫我出去喝酒 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好的原因 就喝多了 我本身不愿意说话 在我朋友面前 都不愿意说话 然后那天 就跟我朋友说了 很多很多 就是心里的话 我感觉这种 把心里话说出来的 感觉特别好 所以自从那次之后 我就特别特别愿意喝酒 那你就把你前男朋友 对你的伤害 转移到我的身上了 我没有 你总这么想 我什么时候说这么话 你让我怎么想 我之前真的 你之前男朋友伤害了你 你现在不是有新男朋友了吗 干嘛还要喝呢 可能说是因为上班啊 或者是家庭 家里啊 然后再说是生活啊 一些各方面的压力 然后我也不愿意跟他说 我也不想说 我就放在自己心里面 我感觉喝完酒之后 整个人都特别 那你少喝点不行吗 你喝那么多 而且那么荒唐 喝完之后 没荒唐啊 你不是又自杀 没有 又草楼 又伤人 又洗胃 又崴脚 又飞起来了 那都是意外 怎么意外老找你呢 而且为什么每次 总是在喝完酒之后 意外找到了 他喜欢我呗 酒喜欢你 还是你喜欢酒 我俩都喜欢 现在就是 要不然他就是把酒戒了 要不然我俩就彻底分锁了 我实在忍不了他 现在不都说吗 酒是江山水 越喝人越美 酒是梁是井 越喝越年轻 就这样呢 你才能听什么呢 你是听施老师的笑容里说的吗 我刚才听他讲完了以后 我很难过 那么漂亮个女孩子 有点自残之嫌 这个酒呢 我也经常喝多 但是我跟他一比 我就等于小屋 我小屋今天在天津卫视 见了大屋 您可千万别拿他当榜样啊 那宋老师可就造罪了 他那个年龄 还没有我女儿大呢 是吧 要珍惜自己啊 你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干嘛那么作践自己啊 姑娘要珍惜 珍惜对方 然后控制自己 控制了 没控制住啊 控制了 没控制住啊 您还提他说话啊 今天我们还真是请了一位 这个专业的医生来 经好医院消化内科的 副主任医师 傅密亚 来我们有请傅大夫 来有请 她这算有瘾吗 她现在这饮酒量 已经大大的超过了 正常的这个饮酒量了 属于这个酒精依赖症了 应该就是治疗了 大夫您别吓唬我 怎么 不是吓唬你 我也没怎么样 我怎么就要治疗了 现在你因为是年轻 初期的时候 没有什么症状 将来你会出现一些 就是酒精性 引起的脂肪肝 再不戒酒的话 就会出现 酒精性的肝炎 还有酒精性的肝硬化 然后跟肝癌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难怪刚才 施老师也说 她作践自己的 这戒酒好戒吗 像她这种情况 必须得辅助这个心理治疗 还有药物 像她说的 有的时候她喝酒完以后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说她很轻 那都是酒精 对于神经系统的刺激 引起的这些个症状 你这个应该去 戒酒中心戒酒 谢谢您 傅大夫 谢谢 来 请 医生都已经说了 喝酒对你自己身体伤害多大 好像我不让你喝酒 就是我害你 我成天不让你喝酒 我从来没说你害我 就是我害你 我从来没说他在害我 但是大夫所说 什么去戒酒机构戒酒 那在场的人都喝酒 那是不是都得去 人家喝酒喝多少 你喝酒喝多少 我就比他们多一点呗 不不不 我这么问你好不好 现在人家提出来了 要不然你戒酒 要不然你跟他分手 你是要酒还是要他 人家也喝酒 为什么非得要戒酒 我们这叫适量饮酒 你叫酗酒 你已经得病了 我没病 我们专家里面 专门有从事这个 医学方面研究的 在下一个环节 我要请我们的专家 跟你特别重点地聊聊这件事 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从余老师开始吧 余老师过去是做临床的 说白了就是带 像他所描述的 这已经算成瘾了吧 我这边有六条酒依赖的诊断标准 这不是我写的 是医学写的 我念一下 在座的朋友可以判断一下 你具备了几条 第一条是强烈的饮酒渴求 第二条是酒饮发作 时间固定 第三条是饮酒意向高于一切活动 第四条是清晨空腹饮酒 第五条是饮酒量不足时出现生理和心理症状 第六条是戒酒后重新饮酒 只要具备三条就被诊断为酒依赖 你觉得你具备三条吗 好像是有 我们都喝酒 在座的有谁具备刚才余老师念的 那六条中的三条 请举手 好像就您吧 不是我比他们点大点吗 他还在强调量的问题 看这孩子 除了这个之外 我问一下 你现在喝酒是因为前男朋友跟他因此多吗 不多 那跟现在男朋友多吗 不多 也不多 所以呢 从你的症状来看的话 主要还是这种生理依赖更多一些 我给小伙子提的建议是争取对方家长的同意和帮助 一直帮他去戒酒 这个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我怎么觉得今天我们似乎面对的是一个病人呢 应该可以这么讲 我没有病 应该是这么讲 应该是个病 对 我没有病 这个很严重的姑娘 我过去台里面有一个灯光师 每天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他都会喝一小瓶二锅头 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不懂 大概也就是我进台那么两三年之后 再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手是这样抖的 我离开台之后 又有那么一两年 这位同事就去世了 很可怕的 我不会死那么早的 你现在不是死不死那么早 咱们现在做一个选择吧 要么要酒做你的好朋友 要不然要你的男朋友 再让你选一次 你选谁 俩都要行吗 他就戒不了酒 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 你一定要抓住 你是选择你的男朋友呢 还是选择酗酒 你要遵守一个爱的纪律 爱的纪律是什么呢 第一 约束自己 第二 感恩对方 他对你的爱很无私的 同时 一起来 把所有你们遇到的问题 全部解决掉 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 不光是你们俩之间爱的一次机会 而且更是你自己生命的一次机会 我们说 其实男人是一杯酒 但不是每个男人 都能把自己酿到淡而又淡的名贵 女人也是一杯酒 但不是每个女人 都把自己酿到 纯而又纯的芬芳 酒能干很多事情 酒可以解决矛盾 酒也可以增加友谊 但前提是 人驾驭了酒 而不是酒控制了你 酒不是那么难戒的 人的这一辈子 除了情戒不了之外 但凡是上瘾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戒掉 与其在醉生梦死当中狗活 不如在现实生活中面对 所以说姑娘 你要么喝死拉倒 要么给我好好活着 我现在我也没说不戒酒 但是她的那个要求有点太苛刻了 我不知道你是因为性情所致 还是你平时就有点二 你今天说话很多情况下 是不招调的 这跟酒精有关系 没发现 她每天都是大了的状态 必须得戒 不戒 你的男朋友会离开你 你的家人会离开你 你自己也会离开你自己 所以今天其实 如果说是 所谓的情感上的问题的话 还不如说是 我们今天真的在面对一个病 你们这么年轻 都没有毅力吗 孩子珍惜自己 不要伤你父母的心命 谢谢老师 马上你们要表白 跟你说几句话 好吧 但凡是这种酒精上瘾的人 内心总有一个伤疤和伤痕 这种人的特征是叫脆弱 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 她愿意去戒酒 你应该守在她身边 还有一个你真要想清楚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危言耸听 今天你看我们弹情的部分 谈得特别少 酒精依赖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请自己斟酌和考虑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就是你自己也知道 咱俩刚开始在一起 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时候我已经不相信案情了 是你打开了我的心扉 走进了我的心里 我现在真的不想失去你 但是你一定得把这个酒戒了 否则咱俩真的就是 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我真的受不了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知道你爱我 其实我也是爱你的 但是你让我一下子把酒戒了 可能对我来说特别的困难 我可以慢慢解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戒酒 但是你需要给我一些时间 真的我现在真的受不了你现在了 你现在不戒酒 真的我都不敢想象你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你跳楼 我真的会接你再相信我一次不行吗 我已经相信你多少次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今天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真的会接酒 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真的会接 你现在要不然就戒酒 当成这些观众的面 发誓你把酒戒了以后再也不喝了 要不然咱俩就分手 别这么逼我 好 时间到 在这个情况下 实际应该需要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 而不是靠自己靠毅力 这靠毅力已经没有用了 自己去想清楚 两位现在可以回去了 在里面好好考虑一下 然后再出来 去吧 来 请关门 你们觉得这个小伙子 该不该给这个姑娘一次机会 用他们的爱情来帮助他戒掉酒 来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请表决 有77.61%的现场 观众朋友 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在这个现场 我们的观众是反对一个人酗酒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 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5 4 3 3 2 1 请开门 5 3 4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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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是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相信我最后一次行吗 如果有一天 你们俩真的步入婚礼的殿堂 需要白喜宴的时候 会拿酒招待我们这些来宾吗 会 新疆们陪我们喝两杯 不喝 他那时候已经把酒浸了 不喝 浸了就可以喝嘛 咱们说不要成瘾嘛 适度适量就好嘛 但是在初期阶段的时候 一定要坚决啊 老师们还有什么话送给他们吗 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希望两个人遵守诺言 真正战胜自己的心魔 让自己承受今天所说的一切 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祝你们幸福 请回 谢谢 接下来看到的是一对 年仅22岁的恋人 他们之间的冲突 我都不好形容了 给大家看一个VCR 我叫春金 22岁 我叫春金 22岁 我认为什么事情 不一定非得用竞技的方法来解决 可是他要非得招我的话 我也是当得用点武力 我承认有时候吵架是我先打他 但是他反过来打我 而且下手可中了 根本不把我当女人看 我说话有点挺不中听的 把他说生气了 他就动手非得打我几下 有时候打疼了 我心里就不痛快 我就想打他 我们已经打过很多架了 也超过很多架了 但是我真的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不过我没想过跟他分开 就是再苦再累 再怎么打闹的话 我觉得我认定他了 他这一辈子就应该跟着我 今天到底谁能推荣谁呢 来 掌声清除他们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纯青22岁 他的学历是本科 女主人公惠惠也是22岁 他来新四川 他的学历也是本科 来 有请有请两位 真是黑带啊 是的 黑带应该是你们那儿 最高段位叫黑带是吧 黑带分九段 只要你是黑段 就已经很厉害了 你是黑段里的几段呀 二段 这个二段的标准是什么 就一般像收拾我这样 没练过的就分分钟吧 二段其实也分竞技和 就是表演类的 如果说竞技类的话 虽然您是没有问题的 那您是竞技的 还是表演的呀 竞技的 好嘛 你是练拳击的 对 拳击的不是考带的 它是按击分值 打的比赛越多 击的分越高 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是经常打区域赛 你们俩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就真打吗 真打 但主要是想跟他分手 你知道吧 因为他每次下手可重的 我觉得我身体里边 到处都是上 你想想哪天我万一一米无虎 好意思说吗 不都是你先打我 我正当防卫 那我打你 你又能打我呀 刚开始觉得你挺好的 没想到你这么凶 你打我 还不让我还手 这有理吗 谁让你嘴太平呢 我嘴平吗 你那会儿不就看着我嘴好吗 你不觉得他招人闲啊 我那会儿学相声 就说你怎么不说我嘴平啊 你现在不是没说相声了吗 他嘴怎么平啊 怎么平 我上次跟我同学一块吃饭 然后一个男生过来 给我打招呼 然后他一下过来 咔把饮料摔我头上 然后扬肠而去 这是手欠呢 不是嘴平 他没说话 说我怎么怎么 就是眉来眼去的 跟男生一块 眉来眼去的 不好意思吗 我点了一桌菜 让他在那等我 我给你买酸奶去 我回来他跟人家那玩的 你说我来气不来气 男同学给我打招呼 怎么了 打招呼 谈你脑门 你笑得那么开心干嘛呀 你们俩是不是在家里 要是相吃不下的话 就会动手 对啊 你能把他在现场 给他撂了吗 直接说不能就得了 没那么大本事 就别吹 谁说的 我要打哭 你别说我欺负你 有本事你过来 来 试试 太好位置了 我负你了 我负你了 真的料啊 我告诉我 我让了你 我放下 负负 你放下我一下 你放 你说的 啊 我说的 咱俩身在水骨 不服 服不服 不服 放开 放开 服不服 不服 不服 别咬人的 真急来 你推好了吗你 那你干嘛咬我呀 我咬你怎么了 咬我疼 我就得扔你 我服你了 下面你地方看着 那你让我服 我怎么想的 那你是你先找我 要这么多人的面子 没有给我面子 那你怎么不给我面子 你摁我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分手 你看他讲礼物 说好不及的吧 然后你弄完我以后 我都没大脸你 还使劲 没得弄过 不是就说 简单的比划一下 不动真的吗 太过分了这人 没法忍他 不是谁过分啊 咱回去啊 不是你是男人 我跟你说 是男人就得让你打是吗 那主持人也是男人 我打他一嘴巴他干吗 我就问你主持人 如果你女朋友打你 你会还手吗 不还手 看见了没 我不信 打完他不说什么 我这汉泉下来了 给我吓的 没见过这阵势 我很少见就情侣之间打架 打成这样 你怎么能下得了手呢 他打我打得太重了 我心里受不了 刚才我看就是比划了一下嘛 不就和那么多观众呢 我跟贵那似的 让他摁那好像我在底下似的 那你说服了不就得了吗 那服了我面子哪去了 使用面子活受最容易说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就分手了 行 别吵了 刚才你倒在地上 说你父母也来了对吧 是的 我问一问 来 我们先把这个 惠惠的父亲请上来 来 有请 你说 打我的女儿啊 您也看见 他非得给我摁哪 我也不想还手 你说弄完也要 你是男同志吗 您怎么会打女同志 我怎么放心 让我这个女儿跟你 您知道他们两个人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老动手吗 这次知道 因为我们太远了 太远了管不了是吗 对 那您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您也知道 他非得招我 您可以让一步嘛 您可以退让一下嘛 您不能这么偏心 以后我俩要结婚 我是您女婿 还半个儿子呢 您老护着他 那我怎么 那我都没有了 您还半个儿子呢 我没办法 放心我的女儿 他要不招我 我跟他好着 您问问他平时 我对的多好 我哪回让他苦过 什么事都是我扛着 就是说平时 但是你说暴力的时候呢 一旦不注意下手锅 中了怎么办啊 那你说我是不是 跟动物园老虎似的 我躺那儿好好睡觉 你没事打锅儿除我 你把我弄生气 我抓你一下 就我的错是吗 这个还在呢 你稍微注意一点 那个你家今天来人了吗 我父母都来了 父母都来了 我们把金子的父亲提上来好不好 来 有请 谢谢您好 没想到 在这种场合的 见面不好意思 没想到在这种场合 您对儿子动手这事怎么看呀 他不应该动手 告诉我台下那边也看见了 您跟他母亲动过手吗 没有 那看来就 那是因为我妈好 她不招你 那我不好是吧 你非得那么急 你脾气那么大干嘛呀 你赶紧先给人道个歉 人家父亲还在这儿呢 想不想那个了 我知道错 但是你别老招我 你老招我的话 我也自己控制不住情绪 你这样老打我女儿的话 没办法的 我不放心我女儿的 坏坏的爸爸 你可能误会了 他也不是老打的女儿 他说老打的女儿 那女儿也不可能 今天再在这儿了 这么压激当兵 要不然 您两位先到台底下去沟通 交流交流 我们来帮助他们这个 提高一下认识行吗 可以吗 行 来 请休息 请休息 两位父亲请下去休息 下面去交流交流 看这件怎么弄 你是会跟他一吵架就动手吗 一级了就会 如果不是 我怎么逼你了 我也不会动手的 你别回嘴 你真的不像个男人 我没逼他 你真的不像男人 你别说话 三分钟不许说话 你是每次跟他吵架都动手吗 不是每次吵架 只是吵极了 但是我现在就 哪回都说不过 哪回就都动手 三分钟 他是不是这个挺任性的 脾气的 小心眼 那你呢 自己总结一下 我有时候也活气的 那你学柔道 哪回都小心 不过我是女人 回都 三分钟啊 那你学柔道 那是为了治他吗 主要是为了自卫 那你觉得学完之后 对他有用吗 很有用啊 但是你不是他 有什么用啊哪回不 三分钟到了 三分钟到了 没有了我看得了呢 你每次打架都吃亏是吧 是的 那你干嘛还跟他动我 那不动我难受呀 你也难受 行我问问他啊 三分钟之内 你也别说话行吗 在家里人家把你摔倒了 总不丢人吧 但我累一天了 我回家就想坐那 踏踏踏踏踏 待会儿吃点饭睡觉 他这儿非得跟我聊 聊聊聊 我聊不高兴 他就动手打我 你说我能不难受吗 男女朋友之间 沟通一下 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烦什么呢 你下班那么累 你啥不让干 让我坐那儿跟你聊 你跟我说一大堆废话 老人叽叽歪歪说那没用的 说人家看着一双鞋什么的 说今天那谁 跟那谁又好了 谁跟谁吵架了 你说关我们什么事啊 然后我就不想搭理他 还不行 我一搭理他 说多了 你告诉我 我哪会用得了呀 三分钟啊 你告诉我 你每次都还手吗 不是 最开始我也没这样啊 然后他老打我 那开始打我 我就忍着 你说他手劲也不轻 打一下也疼着呢 我刚才可看了啊 人家只是问服不服 而且你特别不男人 你在地上说服了 起来之后 趁人不备就给人撂起来了 那不公平啊 我说服他也得说服 我这多公平啊 那如果他现在离开 你公平吗 不公平 我提分手 你也跳楼 你想找死啊你 他给你提过分手 提过 你跳过楼 那玩意儿就是太伤心了 初恋嘛 他直接跟我说分手 说我一大堆毛病 气得我想不开 心里难受 我不想过 天 我真的需要这些老师们 好好教育教育你了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石老师这是学过相声的 我也说不过他 您教育教育他吧 您怎么看这事啊 我看出来了 这是一对欢喜冤家 两个人好像还没有长大 都是独生子女 可能也宠得很厉害 那么两个独生子女 走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们势必要有点争锋 是吧 而且二位练的 一个是跆拳道 一个是拳击 这也印证了中国那句老话 就是打是亲骂是爱 爱到极致的用脚踹 这鸭头爱极了 是拿脚踹的 但是要掌握分寸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社会阅历的不断的增长 我相信他们会很好的 我觉得这对欢喜冤家 还是很般配 幸亏他们只是学的武术 如果他们研究的是核反应堆 那不是得发生核战争吧 我们要做的是爱情保卫战 而不是争霸战 这武术的宗旨是什么 核为贵 谦让 绝对不是争强好勇 你们俩情商太低 夫妻之间 不要争谁强谁弱 而是要相濡以沫 我感觉我情商不低 是他 我爱扣比你高 男人练武是做什么 强身健体是一方面 还要干什么 是保护对方不受伤害 我也真心想保护过他 我跟您说个事 那次我不知道他理解不理 情人节的时候 人家也送点花啊 项链啊什么的 我那次我就想实用点 我就送把折叠刀嘛 我没说你还好 你还好意思提出来呢 没事还能切水果 你还能保护自己 心里也踏实 你自己接上了他 那女孩都喜欢项链的啊 你的情商低到如此地步 你要保护对方 你是要给对方一把刀吗 那我不在他身边 他只能靠自己保护 真是师老师说的对 你们俩就是小孩 我送两位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控制 因为你们一个拳击 一个跆拳道都是攻击性比较强的这种竞技和运动 所以不妨你们练一练太极瑜伽这种掌握平衡的一种运动方式 第二个叫改变 因为纯色的控制也很难 什么叫改变呢 其实你们两个的打 就是一种对个人情绪一种表达方式 表达方式好几种 比如说我生气了 我用拳头 脸部表情 表达一种生气 我也可以用说 我现在很生气 用语言表达出来 解释一下 什么叫情商高的表现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 用个人的语言 把个人感觉表达出来 这就是情商高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所以你们以后可以尝试用语言 来把个人感觉表达出来 这样的话会避免你们之间发生更多的 我觉得我语言怎么说的话也说不过他 他必定有功底的 所以你要提高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方面 你想施老师的爱人多学一学 施老师是著名的相声演员 如此能说 我们施老师的爱人还能把他控制住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爱喝酒 在大庭广众之下 我爱人从来没有劝过我 说你别喝了 你少喝没有 他给我留面子 回家就摔你 不是 他挨着我坐着 他用脚在踢我 在蹬 但是语言表情非常好 他还能喝一点 上面是语言 下面是肢体 所以后来 我给起了个日本名字 足下灯 所以我建议你们 多用语言 少用肢体接触 这样容易沟通 另外那个学相声啊 小伙子 学相声要把它用到正地方 相声不等于犯贫 别把您学的那些东西啊 用到媳妇身上 可以活跃一些 那您帮我评价一个事 我以前说过一罐狗 被逗乐的 因为这事 他以为我侮辱他 他打我 您听了啊 我就当时我就跟闹玩嘛 我就说 莫非一阁下就是 当年华山论剑 武功独步贴下 一只梨花鸭海棠的少林寺 智障大师 所说的小 他们养得低能爱犬 旺财 他说这个小强 他不乐 他就急了 他四十二说是小强吗 小强小张狼多好玩 我这边动你 还张狼呢 你为什么不问施老师 那个问题呢 虽然是这么踹也疼吧 为什么施老师就不还手呢 问题他一边踢一边哄啊 我说话别打断啊 我脾气不好的啊 习武之隆 乙武修心是上品 乙武健体是中品 乙武商人是下品 所以说你们两个习武之人 怎么会这么没有含有 别人是大是青来骂是爱 你们是拳拳到肉 真实在 男生一直强调 我是个男人 请问你哪一点像男人 嘴太平 手太欠 心眼太小 你说你有哪点像男人 你还一直在说 我要有面子 被自己心爱的女人 摁在台上就那么没面子吗 把自己的女人打哭了 你就那么有面子吗 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面子 从来都不是 从女人身上给找回来 生活确实是一场战斗 但这场战斗 存在于夫妻与生活之间 而不是存在于你我之间 如果你我之间 非要分出个高下 一定是两败俱伤 控制与被控制 就像硬力的两面 你在伤害她的同时 你也在受伤害 只能够用武力 去解心头之恨的人 往往是文学修养不够的 应该多看看书 我感觉我多看书了 你看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被犯人 你这话应该是两军交战的吧 这不是夫妻之间该说的吧 再说了就咬你一口又怎么样 我疼啊 疼我的人很疼 你疼 你如果不反手 他还会再咬下手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胖 你看你这 你就死在你这张该死的嘴上面 我觉得你不应该咬他胳膊 你应该咬他嘴 他对你好的时候 你就轻轻地我不解释 他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就狠狠地不放 现在来是真的假的 现场就咬一个呗 来吧 哎哎哎 曲 等等 让慧慧咬你 你自己找打啊 你不是说他打你戏吗 站哪儿去 我就看看他明不明白什么叫 你回来闭上眼睛让他来咬你 对啊 谢谢啊 来我注意分子啊 我注意分子啊 哈哈哈哈哈 我这只孩不孽啊 撤一下 哈哈哈 哒哈哈哈哈 来 插播一下 这样你们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一只手掌心相对 来 请纯金用力推一下 用力推 好 请 这样 请纯金跟你女朋友握个手 发现了什么 当你用力推对方的时候 我并没有给你的女朋友下指令 但是你的女朋友 不知不觉怎么样 会反看给你 但是你用握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她也会怎么样 跟你去握手 所以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当我满口的牙齿脱落的时候 柔软的舌头还在 两位请回 好了啊 自己思考一下 然后你们进入表白时间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会会 其实我刚才想了想 老师们说的话 你怎么对这事 好 真的 我们心里的 我们对他们和我 一些疯狱的 我们今给你 ゆ伤心 走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吧 是的 来 现场的观众 如果这对年轻人再往前走 你们有信心吗 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有信心的话 请按赞成 如果没有请按反对 来 请选择 现场有71.43%的观众朋友 选择了赞成他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杰利亚提醒您 精彩栏目稍后继续 在感性与理性之间 爱要有你才完美 杰利亚内裤 生活就要杰利亚 放逐阳光下的诱惑 爆龙眼镜 棕榈果生长在南北围五度之间 是饱含赤道阳光的黄金之果 假日出榨棕果油 飞转基因 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健康假日由此开始 你为什么总和我就对啊 喜欢你啊 清甜蔓越美 日渐纯香咖啡 全新巧曼菲 甜蜜上市 喜欢你 没道理 一粒巧乐兹 他们是焦土上的花朵 也是凶悍的力气 杀手是件武器 武器是没有干净的 这小小的杀手 竟敢挑战地骨军队 这是复仇者的联盟 有一个地下江湖组织 叫天宫堂 为了天宫堂 也是亡命者的誓约 谁没有仇 我们要的是战力和征服 无视接受和认可 成诚去向你知己 杀老花 天津卫视 6月6日 龙柱新银 2012年天津卫视 大剧战略合作伙伴 精润珍珠 怕杀眼镜 掌控时尚 自己人 怕杀 好插作 突破灶 突破电器 深睡眠 好睡眠 熬冬牌 安神补脑液 吉林熬冬 作为营养师和妈妈 我总是知道 给宝宝更好的 我推荐 雀巢超级能N3 适度水解蛋白 降低牛奶蛋白 致敏性 给宝宝更多一层保护 雀巢超级能N 好插作 突破灶 突破电器 亚马达电器 正做全球家电专卖领航者 丰富的商品种类 固有所值的价格 还有会员积分活动 全商品均可使用 一积分换一元的超值回馈 亚马达电器天津店 优惠营业中 网上商城 敬请关注 大哥 你敢再去点吗 饿得连带运势 你再说一遍 来台实力架吧 怎么样 来电了 狠草心恶 做回自己 实力架 真来劲 NV牌 杰尔因喜业 杀菊 止氧 止白蛋 难言之影 一喜 两只 NV 杰尔因 还有二合一喜业哦 本栏目 由海伦凯乐眼镜特别支持 杰尔因喜业 吉利亚提醒您 精彩栏目 马上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请开门 还要面子呢 还不快跑 运动员你忙 请尊重对手 向对手一鞠躬 来 两位 比赛开始 不能中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一张我们的编导 记录的一段镜头 来 请看 哎呦 春儿 你回来了 干嘛呀 哎呦 你干嘛呀 你看看我们俩在这儿 别理我 从中这么别理我 帮忙忙行吗 帮什么忙 看你二哥你都不呼吸我 你把我二哥害成这样 你让他消停掉的 哎呦 你别这么看 别别别别别 给那个大姐一个机会 给什么机会啊 我跟你说 他们狼狈为奸 把我二哥害得 害成现在这样了 让他好好的消停消停吧 我跟你说 我说什么 人都是误会我 误会什么呀 误会什么呀 这么一年 我二哥对你们一家吧 我跟你讲啊 真是成了奴隶了 你知道吗 你别跟我说这个 我跟你说 他把我们这一家都给毁了 我们对他什么样 他自己心里知道 大姐说有误会的 有什么误会呀 他这几个妹妹跟狼似的 把我二哥给害的 现在我二哥是 上班也不得安宁 是真是 现在已经消瘦的很多了 我们就让他们 让他好好地各顾各的吧 这辈子可能是该的 就得了 就是两来无事 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们来用掌声请出 正处在情感纠葛当中的人吧 来 掌声有请 万杰57岁来自北京 是退休 另外一位呢 是他前夫的妹妹 也就是小姑子 你来干嘛呀 有什么好说的呀 你把我二哥 现在还成这样 这么大岁数了 有几个十年呀 别分分合合的 肯定我坚决反对 我给你二哥 我给你二哥这么多年 我对你挺好的 你干嘛这样啊 我二哥对你们家 从你妹妹上学 你妹妹的孩子 在你们家上学 你把他们招来了 你上班走了 一天一天我二哥 伺候吃饭洗衣服 他是男人 你干嘛去了 我给你二哥认识 他对你这样 我给你二哥提前说 他对你这样 你对他有什么回报 我先打断一下好不好 万杰是想跟前夫复婚 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您的一个信息 是说 您的前夫 我们帮您请来了 但是他说 他想看看 你在整个这个现场 对你们过去发生的 那些事情的态度 再决定 他是不是需要上场 来跟你沟通 这个刚才您说过了 他把二哥给害惨了 是吧 我二哥呢 尚有哥哥下有妹妹 什么都不用他干 在我们家就跟大爷似的 就因为跟他结了婚 那个全心全意的 都铺在他们家身上 那应该的呀 是应该的 问题是 他的标准不一样 他就特别自私 我跟您说 从小我三岁 我二哥八岁 没有了父亲 我妈妈带着我们 真是孤儿寡母的 真是需要 你需要照顾你的父母 为什么你不照顾我们家呢 我跟你二哥 你照顾我们家怎么样呢 我已经时间跟他说好了 等于您嫁给您前夫的时候 您就跟前夫说好了 你要娶我就得照顾我这个家 是吧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是前二嫂 对不对 对 那你哥过去之后 等于把那一家的重担 全挑起来了 对吗 玩个什么都不会 到他们家以后 选学的那个做饭炒菜 他的那个妹妹 那是结婚定亲 然后去就是生子 全都是一码那个包板 他的两个妹妹 他的两个妹妹装修 玩哥从那个什么 那个请募工 到那个装修 再到丁现场 他两个妹妹都不去 等我们 我那个装修 和我哥哥装修 请玩哥设计的 玩哥还是背着他去的 他知道了 去了现场 把图纸给撕了 把砖给砸了 是你干的吗 那我觉得 你们家条件好 让你哥哥帮助 我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但是可以得有一度 你对你们家好 拿出你们家 十分之一的 对我们家 我们就认可了 行 宁破十座妙 不破一座婚 我跟你哥哥有感情 你为什么从中老 原来我不是这样对你 就因为你 一而再三而三的 我问您一句行吗 刚才您这小姑子 说的那些事 真的都发生了吗 其实是这样 我跟我老公呢 83年我们认识的 当时我那会儿 已经278岁了 家里边我是长女 我家边有四个妹妹 家里边一切责任 都又来我担当 在过去的时候 也不是现在这样 你妹妹是妹妹 我就不是妹妹了 我比我小妹妹 大十四岁 我跟她结婚以后 我们家待三年 不是在他们家待三年 然后我哥哥就说 又上班又得管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也很感激 就这么多年 是你二哥帮助我 照顾我们这个家 说心里话 我是从心里的真正感激 其实有些地方 对不住你二哥 但是我们两个 从感激地上 我跟他还是有感情的 你们以前分了对吧 又复合了 然后等于现在又离婚了 对不对 上次离婚是因为什么呀 反正我就是 一直脾气不是特别好 完了就是在外边忙工作 忙什么的 从对他的忽视也比较多 他就是自私 他就是自私 就是自私全都 把他的心子全都 在他们家上 没有别人 我呢 确实是 就是照顾我们家太多了 完了呢 我对我婆婆家呢 确实是从来没考虑过 因为他们本身 条件也比我们家好 我呢 什么叫条件好 我就觉得我在我们家是长女 我是老大 所以我担当我们家里边 我是应该的 我对我父母的 你应该对你家 你不应该对我们家吗 我今天请你来 事实上你来帮助来说 你瞧着 你们瞧着 你现在的态度就是这样 你还想复合 你知道吗 我问一下 您跟您前夫的情感关系好吗 从我心里头 我就感觉我从来没跟他离过婚 而且呢 那离婚是谁提的呢 就是火来了 是谁来了火提的呢 第一次的时候 好像我们就是打架了 抄着抄着抄着 完了我一生气 我把金婚证给撕了 您知道吗 他那脾气 我二哥真是真实 就是他们家的奴隶 是不是现在没人照顾你了 你还把我二哥叫来 就是叫我来喜欢 不是请离婚 这样吧 要不然您休息 行 我看您在这儿 好像那事儿越搅还越乱乎了 不是 我不是说搅 实际上 我就觉得 就是说现在他们这么大岁数 就是各顾各的就得了 他愿照顾他们家 就让他们照顾他们家吧 就不要再烦玩哥了 是吧 行 谢谢您 知道了 谢谢您 请回 第二次离婚是谁提的 第二次也是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对不起他 刚才我小姑子说了一些事情 也不怪他这么生气 因为他们这一家人吧 比较宽容我 包容我 只是说我呢 就是比较自私 确实是比较自私 你说我是长女 就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行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来跟他表述一下 我对他的真情 那你就对着镜头表述 别产生误鬼 行 那你就对着镜头表述吧 您要表述的好 他觉得他愿意上来 他会上来 他要觉得不好 您的话结束了 那也没办法 来 自从我们两个相识以后 你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幸福 在没这段时间 离开你的日子里边 使我更加的想你 我跟你认识的时候 我就跟你提出来了 我们家我是长女 我下面有四个妹妹 需要我照顾 我跟你结完婚以后 当我们分到房子以后 我第一想到的是我的小妹妹 还在山区读书 因为她要把户口签到我们家以后 可以到区重点中学 她没有反对 就直接迁到我们家来了 三年 她对待我的小妹妹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去照顾 去呵护 完了下边的我们的二妹妹 我也知道你很委屈 这个教育孩子 我就把我二妹妹的孩子 也迁到了我们家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把孩子带来以后 我去上班 把孩子就扔给了她 你给我付出的太多了 我现在就感觉到 我实在对不起她 那您是来给她道歉的 还是希望你们再继续 在一起生活的 我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 08年我们离了婚以后 时间不是特别长 我们就在那个 世纪家园的网站上 我们两个就都读册了 完了我们聊聊聊聊的 就觉得很亲切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彼此对方是谁 大家就看到这个了 就是我们俩见到面以后 就是真是拥抱得痛哭了 就觉得我们 怎么这么缘缘分 这么大的网络平台 我们两个怎么能又相遇呢 结果在那个 世纪家园举办 第五次这个集体婚礼 我们两个就毅然决然地 就是参加了他们这个 可是您这没几年 不就毅然决然地又离了吗 您回答我真是为什么呀 其实老公我离开你 我跟着真的没觉得离开 在我心目当中 你依然是我的老婆 其实我们当打过闹过 我相信你也会想我的 我有这个艰辛 你在哪儿你上来吧 李先生 你看到前期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见和态度 您要想跟他沟通 就请您上来 您要不想沟通呢 我们稍微等您一下 那咱们节目就扎在这儿了 我们都等他吧 其实我 我给主持人解释解释一下啊 他就说纳英那句话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是吧 他就是什么呀 他不经意 08年 那次是因为什么离婚呢 他只是脾气不好 爱动手 一动手呢 就是特别狠 还有点小心眼 那时候的主要就是说 他怀疑我说有一个第三者 后来因为这个打起来了 打起来你看啊 现在我的手指都是残的 你看看 这弯的 你看 你看这 这怎么弄的呀 咬的 就会咬残了 现在也不值 太狠了 那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打心眼里 我是不愿意来 我家里人也劝我 说你别再跟他过 再跟他过 就是没什么好下场 孩子说爸爸你这事 您就看着办 我今天来呢 我主要就是说 劝劝他呢 以后呢 就说没有我的日子 你讲啊 你这么这么多年 你也知道 我除了脾气不好 我剩下哪点对不起你 咱们家从无到有 各方面哪我没做到 你那个让主持人说 你一个三公网 我说你就别说好不好 你要再说我就下去 这可以吧 行 我今天主要我就是劝劝你啊 就说没我的日子里呢 你要好好珍惜你自己 他呢是什么呀 老是忘记吃药 有时候有病的还不爱检查 我这都是说 作为咱们就说离婚以后的朋友吧 我再嘱咐你 您不是挺关心他的吗 我相当关心 那您跟他付了不就完了吗 人家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不是 因为我跟他啊 他有给他们家付出的 我确实太累了 我也该歇歇了 嗯 其实呢这么多年 我也确实觉得感觉 确实对不起你 现在呢 一离开你了 我再深深地就反思了一下 你对我付出的太多了 实际上呢 然后经营爱情 经营婚姻吧 我就不懂 我就认为我跟你是结婚了 我跟你就是一家人 您看他呀 我跟你就是 我跟你就是那个一家子了 你就应该听我的 你 你 我 你就是 我们就是一起的 我就没有想过 不懂得爱情 但是我离开他以后呢 我也感觉到 我一生当中 能遇到这么一个好丈夫啊 嗯 我觉得我失去他 就像我丢了宝贝一样的 嗯 那我就请这些专家老师啊 包括施老师 让他们帮帮你们 看看这个事儿是怎么走 是有没有合的可能性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奋卷 大哥和大姐是通过我们平台 再次走到一起的 但是真正能做到 跨越世纪的家园 有这么容易吗 相爱容易相守难 我听起来呢 你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其实性格 大姐是比较急 大哥是比较慢 哎 这正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匹配度 还不错哦 有很多的这个情侣夫妻 就是这种组合 走完的幸福的一生的 第二点 感情账 您太糊涂了 老公说了一句太对的话了 他累了 家庭是什么呢 家庭是一个能源补给站 老公累了 就得有能源给他补上 您这点没做到 一味的汲取 不光你汲取 你的背后还有四个人在汲取 他能不累吗 现在的关键是 如何让他能休息过来 他现在真真正正是想自己一人去休息吗 我觉得 大哥是想和你一起 把外界的那些因素都排除掉 最后给你一个建议 老公是你最亲的人 把这个捋顺了 把事情想清楚了 我觉得你们的问题 主要矛盾就解决了 我觉得大姐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就是我是老大 我要这个照顾我的妹妹 你把注意力很狭窄的 看到这几个范围之内的话 对外界就视而不见 对老公 以老公的家庭 你没有任何感受 所以此时呢 你更多的是一种需要 是一种失去的一种痛苦 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你来表达说 你需要 齐屑 让你的老公重新回头转意的话 比较难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要用感情一点一滴的去感动他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实际行动 要让对方看到 你是真心的 放掉了那个错误的价值观 兴趣还可能有机会 我们时常说 如果你爱他 你就要爱他的一切 老李是真正的做到 爱他的父母 爱他的兄弟姐妹 三十多年 从一个轻壮的小伙子 到中年 再到老年 把所有的青春都奉献 给了女人的家人 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无情的利用 冷漠的伤害 照顾岳父岳母 养育你的兄弟姐妹 养完了你的兄弟姐妹 还要养你兄弟姐妹的妹妹 换来的是什么 把我冷漠的置之在 冷冰冰的手术台上 活脱脱的一家子的 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狼 照顾自己的家人没有错 不要动不动把它当成 合同的条款 我跟你说好了 你来就要照顾我的家人 是不是 你的家人是家人 别的家人也是家人 你就是一个长工 在你们家干了这么些年 也有退休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长工 住了一院 老板多买点东西去看看他 你们做了什么 所以说啊 大姐啊 我有两句话说你 你可能会内心不舒服 但确确实实是 你的真实写着 你自私冷漠 枉为妻 知恩不报 枉为人 老李 不要太心软了 虽然说人生 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也要看 哪些妥协是值得的 哪些坚持是值得的 人生的大好时光 都喂给了狼心狗肺 剩下的日子好好珍惜 大姐确实有些地方 做的是过分的 但是我想如果 没有他们俩之间的 那种情感 真的情感存在 和大姐一定的情感付出的话 这个婚姻也不可能 就是一个单方面的 持续了三十多年 大哥我特别想知道 在你们过去的 这个婚姻当中 大姐有没有给过你温暖 让你感觉到舒服的时候 要说她的也有优点 她优点在哪啊 就是这个艰苦奋斗吃家 我们俩就从认识到现在 就我们俩就没有单独 上过饭店吃过一次饭 我听出来了 我们这个老弟啊 他这婚姻维系了三十年 他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去付出 去做出贡献 他受了好多的委屈 他不单单爱他 他就是爱乌鸡乌 包括他的妹妹 包括他对方的父母 包括他所有的一些 包括妹妹的孩子们 是吧 爱到极致了 但是换来了今天这个结果 我有点同情我们这位老弟 我倒觉得应该冷却一段时间 都调整一下 我劝这位大姐要反省一下自己 总结一下自己的前半生 给对方一个空间 让人家休息休息 我相信还有机会 只要你做得好 这个叫您自己决定 是要和还是分 还是说给他留一些时间 这都您自己去决定 您可以进那个门里了 大姐您也自己想一想吧 想一想今天我们做一个变化 过去我们有一个环节 叫黄金六十秒 今天就不让大哥做表达了 因为你让他表达 很难表达出内容来 这一分钟时间专门留给您 大家说了那么多 您有什么话想对前夫说 您就真心地说给他听 好不好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三十年了 你对我的感情我不会忘 你对一点一滴 你对我付出太多了 我自从认识你以后 是你支撑着我 是你帮助我来照顾我们这个家 你的无私 你的奉献 我都记在心上 通过这件事情 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反思 做一个人一定要有良心 不能过河拆桥 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最后让我们给伤害了 我真的对不起他 他为我付出的太多 太多了 但是呢 你相信我 从我 我从你感情上 我对你真的没有变过 我只是说我的性格决定的 但是呢 我从今后呢 我会能毕竟尽量地改变我自己 请相信我 你也请回吧 来 请观摩 语言总是能够活灵活现地 把一个人的性格全面地展示出来 老实芭蕉的人 善良的人 他出来即使讲恨的时候都恨不起来 性格强的人 你们会发现在这个段落当中 即使是这样的表白 他都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 说后半辈子 前半辈子 你因为我付出了后半辈子 我一定都还给你 我要补偿你 都没有 所以他们是应该复婚 还是应该就此 各自开始自己的生活呢 来 各位 请选择 现场有94.83%的观众朋友 觉得他们应该分开 应了那句老话 公道自在人心 来 我们一起数五个数 看看这个大哥自己的选择 是什么样的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杰利亚提醒您 精彩栏目 稍后继续 袜子 脚的语言 杰利亚 爱的语言 爱 要有你 才完美 杰利亚袜子 杰利亚 生活就要 杰利亚 吃的东西 天然的最好 头痛了 头痛了 失中药 很天然 正天丸 唇中药 舒缓头痛 天然健康 中药至头痛 就用正天丸 放住阳光下的诱惑 暴龙眼镜 这段时间 复习考试 孩子特别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这段时间 孩子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养缘饮品 记得喝六个核桃啊 菲尼莫属 由乐巴属片 冠名播出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微距镜头 让美无所动性 远射镜头 将美定格在眼前 定交镜头 展现柔和之美 广角镜头 将风景变为艺术 竟显 EOS威力的EF镜头 佳能 感动常在 菲尼莫属 由乐巴属片 冠名播出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 海伦凯乐眼睛 我们一起走吧 绿剑轻装口香糖 可含薄和粒子 持久清新 啊 走这么久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雨还会下 绿剑轻装口香糖 持久留住清新 大哥 你敢再吃一点吗 饿得连带运是吧 不 你再说一遍 算了算了算了 来条势力架吧 怎么样 来定了 横扫心饿 做回自己 势力架真来劲 伊丽冰空场超过旋 看我的 冰爽即可 释放自我 这下爽大 要爽就来冰空场 伊丽 来一瓶瓶装 喝其中 两茶我要喝其中 瓶装更紧性 来一瓶 喝其中 瓶装喝其中 瓶装喝其中 达力圆清梅绿茶 一瓶好茶达力圆 我要冰家 猛牛冰家 特寒浓郁的印度阿邦索芒果浆 十足冰爽更畅快 冰家水果快乐加我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 海伦凯乐眼睛 杰利亚提醒您 精彩栏目 马上开始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冲击大家了 再给第一次机会 老李啊 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命啊 我就是 我还得为他们压抑 你不需要这么急的做决定 你可以离开啊 现实生活你看他的改变 你再决定啊 老师说得好 确实我们俩有感觉技术 我们俩这个相恋的 我们俩相恋 就是有这个一见尊情的 这个一天 他就是脾气不好 这样吧来 但是我知道我跟着他以后吧 还会受罪 小朋友 把礼物送上来 这是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一个订婚的套盒 这给您 您拿着 这是天津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一个订婚的钻戒 鉴于你们这种比较复杂的这个关系 你看啊 这个离婚 复婚 现在又要这个 又想复婚吧 就这么一个事 它跟其他的不一样 那我觉得在一个节目 很短暂的这个时间里呢 做的这个决定啊 也有待观察 比如说您 就是大姐也需要看看呀 您得给大姐一段 这个表现的机会啊 还需要跟家里人 也合计合计啊 所以我想这样 我问问观众哈 我们就祝他们能够磨合的好 就可以了 还是说我们要在这儿 给他们也举行一个订婚仪式呢 我们这样对您确实不公平 但是您那三十多年 对大哥太不公平了 请珍惜吧 请回 我现在特别想把自己的舌头咬掉 算了吧 既然这么好一个人 大家都这么喜欢他 那只要他幸福 我们就祝他幸福吧 接下来是 杰丽娅爱情保鲜剂的时间 每一位嘉宾 都要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奉献上一条 爱情保鲜的妙计 施老师和宋老师一定要奉献 你们三十多年 还关系这么好 你们这个爱情保鲜的秘密 是什么呢 我们爱情保鲜 其实就四句话 就是多吃菜 少喝酒 听媳妇话跟党走 太精彩了 宋老师 爱情保鲜的就是包容吧 都听您的话 您当然只能是包容 徐老师 健康的婚姻 是两个人一同 在种一棵幸福之树 一起努力 一起灌溉 精心呵护 这样才能 硕果累累 失去的才知心痛 请珍惜 好的感情 不会轻易得到 请用心 钱债一环 情债难长 将心比心 以心唤醒 千万不要辜负 自己所爱的一种 好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 海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暗中 背叛与猜忌 如影随形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 既能联系上德国的 又能让五号特工组 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 敌人聚致 五号特工组 重新集结 行动中 他们是化身武器的暗杀者 杀后世界武器 武器什么用来自 6月6日 血色红装 沙兰花 暗夜绽放 为了胜利 他将至今与敌人 一同埋葬 别离了 不会拿士兵的胜利 还自己的老太 6月21日 铁血之魂 亮剑 转动抽窍 天津卫视 火热战斗计 钢顶之作 气势如红 2012年 天津卫视 大剧战略合作伙伴 精润珍珠 2012年 天津卫视 战略合作伙伴 乐巴鼠片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 海伦凯乐眼睛 这段时间 孩子特别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这段时间 孩子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记得喝六个核桃 就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要感谢我们的专家老师 感谢施老师夫妇的到来 感谢现场观众 今天这么热情的来表达你们的态度 其实在今天这个现场的最后一对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的这个心情可能现在才稍微有了一些平复 没有关系 我们学会感激生活吧 生活会教会我们很多 我相信大哥这样的选择有他自己的道理 还是祝他们幸福 要感谢杰利亚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 感谢凯伦凯乐对于本节目的 感谢观看